威亚在淘宝、娱乐圈、综艺圈的资源都比李佳琪强大 说起威亚,可能很多人第一会想到的就是 直播带货女王确实她的带货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被称为直播一姐与李佳琪之间的话题不断 不过,比起李佳琪,威亚的情况还更复杂 相较而言,她在娱乐圈里更加活跃 各种综艺节目也是时常出现 在那些明星面前也丝毫不会逊色 在她的身上仿佛也有了一层明星光环 然而事实上,威亚曾经确实就是明星 只是因为当时的明气不大 而且时间比较久了,大家不记得了而已 在威亚直播带货之前,她曾经做过很多行业 其中就加入过一个组合出道 当时是和另一个女生一起做组合唱歌 而且还在超级偶像的选秀节目里 她们拿到了冠军的成绩 在那之后,她还签约过唱片公司 发布过自己的唱片 最红的时候还和林俊杰同台演唱过 也许就是这些经历让她对于娱乐圈的各种规则 还是很熟悉的 在直播行业成为精英之后 她再重回娱乐圈是那么如鱼得水 如今已经成为一姐的威亚 再次遇到当年合作过的明星 不管是资源还是互动方面 也是更加成熟 而这也是她比李佳琪更强的一个方面 其实说起直播带货 如今有能力有时间去看直播 买东西的大多是女性 威亚虽然身为女生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没有李佳琪那么吸引女性用户 但她也找到了自己的办法 那就是与一些男明星联合做直播 这样就更好地借用别人的影响力 提高了自己的带货能力 对于很多疑惑威亚的网友 他们总是奇怪 为什么李佳琪的直播比威亚平易近人 而且没有那么商业化 可是销量老是被威亚压那么一头 答案非常简单 因为真正有消费能力的女性用户年龄 并非是网上发声的主力 看起来质疑威亚的人很多 但真正买威亚带货的人 大多数喜欢的正是她这种带货模式 再加上她之前就是明星 不管是身材还是面容 都非常吸引男用户 而男用户对于价格大多都没那么敏感 你说买我用得着就买了 现在威亚和李佳琪 可以说是在往两个方向发展 李佳琪深耕直播 而且在选品方面比较专注化妆品 威亚是一点打面 从直播向着综艺 娱乐圈拓展 他们都是从淘宝直播起家 从目前来看 虽然威亚在网上用户的口中评价欠佳 但她选的路线可能会宽一些 喜欢分享娱乐冷知识 欢迎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